大家好 我是泡河王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電競酒吧 不是吃東西那麼簡單 就是來跟大家做個訪問 看看為什麼一間酒吧會用電競做主題 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色 好 馬上去片 有電競酒吧這個年頭 首先有朋友做出酒吧 還有朋友把很多傳統的娛樂 加入酒吧元素和喝酒 令整個傳統飛鏢 令電子錶加了這些娛樂元素之後 整個環境都不同了 令它普及化 很多普通人都會覺得 這是一種新興娛樂 可以訂標喝酒 同時它也創立了BearPong Connect 它也是用BearPong加入喝酒的概念 令越來越多人普及去做這件事 我想現在那麼多人喜歡電競 那麼多人看比賽 80年代有駐場歌手 為什麼我們可以試試 把打機的概念放在酒吧裡 嘗試溫呢 我們會否有駐場的打機手 可以每天在這裡和別人挑戰呢 所以加上我們就遇到一個娛樂元素的伴侶 我們就想想 可否將電競和娛樂元素 喝酒結合在一起 一個全新的商業模特兒 帶給大家 首先D2P D2P這個地方 給我們感覺到很多新興的玩意 在這裡發生 很文青聚集 還有它本身搞很多不同的活動 很多創意的事 所以我們就覺得 今次我們也叫全亞洲 首次有一間以電競為主題 這個概念有傳統娛樂元素 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挺適合我們 而且始終因為我們都是酒吧元素 我們如果放入一些創新商場 或者一些活化在公廈裡面 拿到整件事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多酒吧感覺 是覺得比較主題性重一點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裡 加上我們也有做過一些 research 其實附近娛樂的地方不多 在荔枝角區 後面你看到有四小龍 星期五六日 其實D2P本身都很旺 也都是九龍區 我們這群gamers 都會長期出沒的地方 加上這裡的租金 是比外面比較化算 如果真的傳統旺區 旺角 尖沙咀 再試一個全新的概念 我們就覺得風險比較大